这家子能搭吗 不能搭吗 我落地了吗 你有省批吗 需要省批吗 那可以啊 当然要省批啊 可以啊 你告诉我需要怎么样手批 你告诉我 这是我们家围墙上杀动 我没有落地 到你们的可以啊 这个围墙是你家的吗 这不是我家吗 围墙是你家吗 这不是我家吗 你把产业税拿去 你有什么权利 你把产业税拿去 你有产业税吗 是我们家一百年前的榜子 你拿产业税吗 你有吗 你去告我啊 你去告我啊 让我拿产业税啊 你去告我 这房子是你的 你没产业税 你都说是你的 产业税你有吗 你有吗 没有 你有吗 你去告 你是执法员员 你知道国家公务员 你要告我你几次 你拿出的产业税 是你共产党的 对吧 讲道理 你有产业税 我有没有产业税 不要请你法院告啊 拿上去啊 你拿法院告我啊 我现在不会讲 对不对 你不跟我讲两年前到里头找我们家子也执法带录像啊 没有错啊 一视同人啊 对不对 我在我们家做花台的话需要产业税吗 转身上你后面 算用工地的让做也是种花的啊 有没有产业税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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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才90岁 对不对 我们家房子一百多年 这房子需要产业税吗 对不对 要讲道理啊 中国人权的社会啊 对不对 你让我都可以啊 一视同人啊 这么大的阵容 就对付我们一家 对不对 不就是想共产 再碰我们家产吗 对吧 对不对 你不用这么看我 我知道你是领导 对不对 法庭上面 你必须要拿出证据 拿出你们的录像 两年前把我这边砸掉的 包括我们家 修房子里头的东西 是不是 我们家一百年前的东西 门那窗啊 全挖走 锁头全抢走 对吧 你们城管很能干 手续哪来啊 给过手续没有 现在再来 我做的花台 行啊 你们再来执法啊 我这花台没有错啊 我是太阳犯犯法了吗 需要什么手续 你告诉我 我这花台我落地了吗 占用国家的土地了吗 对吧 不是少说几句话 不是少说几句话的问题 要讲道理 中国是个人权社会 对吧 老百姓的财产都不能保护的话 都没有的话 那还体现什么人权啊 是不是 不就是这些水吧 对吧 你们三一有楼上 你那古兰玉拐委会 你可以在脑袋上 下木头房子 做房子家庭礼舍 我们老百姓 自己做个花台就办法了 要这样的正龙来吗 需要这样的正龙来 在治理吗 古兰玉的张乱差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正龙吗 就是因为我的花台错了吗 看看我这些花台 让所有的游客看看 对吧 我的花台翻法了吗 我落地了吗 你们城乡法里头 可以到我们家去砸花园 说根据城乡法 我现在这里 我落地了吗 你说我落地了吗 全局城乡法 我违反哪一条 哪一条呢 对吧 我违反哪一条 对不对 你们都有录像 你们到法庭上 把09年的录像也拿出来 我收 我可以收 一字同仁 我让一城管 最小贪小贩 自己不了 最机民百姓 就这样的自己 我可以拿掉 没错啊 你没有拿录像 法院会掉起的 是不是 两年啊 就是现在 都严重清泉了 这中国人权在哪里 是不是 强走的东西要归还 09年强走我们家 多少东西 要不要归还 我们家老宅里头的门啊 锁了 窜了 花窗 花门了 全部都搬走 是不是 还给动用的武警 这么大的阵容 几步车 多少人头 算一算 对不对 中国的人权在哪里 老百姓的财产 谁来保护 啊 四部车子 公安的 城管的 对吧 武警的 全部都出动 有这样的阵容 为什么不到钓鱼岛去 为什么在古牢 老百姓家里呢 啊 是不是 中国的钓鱼岛 需要你们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领导同志 这种阵容 不是对老百姓的了 应该要是对钓鱼岛 四部车 这样的阵容 KV5 都对付老百姓 一个古牢一岛 比交易岛还能干吗 还厉害吗 还严重吗 谢谢 谢谢